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大家都知道 可以談在中共的一個體格下 你可以談民主兩字 你不能談六字 你可以談人權兩字 你不能談法輪功 我今天上了一個題目叫做 《法輪功是中共實際迫害的21年》 我想了一個心情 15分鐘怎麼講 這21年殘酷滅絕的迫害 我自己是從這種年7月20號 中共江澤民開始迫害的那一天 就參與義務的為法輪功學員 爭取人權的工作 那一天我還記得是早上 看完新聞之後 寫信給美國總統克林頓 請他協助跟江澤民講 不要迫害法輪功 然後那個時候 《中國時報》刊登了 我寫電子郵件的這件事 當然勿換心意 今天的《中國時報》 是不可能來報導 我們的座談會 我把江澤民放在第二的這個片子 這個索案上面 有個非常重要的意義 大家可以看 這個從99年7月20號 這場滅絕性的迫害 其實是江澤民排除了六位政治局常委 他強力的要求在三個月之內消滅法輪功 他把法輪功並沒有當作一個宗教團體 他把他當作一個政治團體 反革命分子 這跟92年 李洪志老師從這個東北傳出的法輪功 在社會上廣大 收到廣大的人民的歡迎 將近一億的人的系列 始終沒有問題 到了99年 由於人數多於當時的共產黨 六千萬的人數 是根據他們中國七公研究會 自己的研究 就調查發現法輪功學員在99年 720被打壓了之前 有七千萬到一億之數 那因此的話他決定力排重力要打壓 其實有一個事情在網路上面 比較大家比較查不到的 我可以在這邊大概講一下子 真正開始打壓法輪功的話 從4月25號之後 他以軍委主席的這個資格 去要求副軍委主席張萬年 從北京軍區開始 他是先在中共的軍區 還有他的黨內 來進行對於法輪功的 一個滅絕的一個指示 然後才擴及到民間 那我今天有這個 其實前面幾位也大概有講過 這本書叫前所未有的邪惡迫害 是我跟一個醫生 這五年前所寫的一本書 目前翻譯成是有國家的文字 我們講到今天的題目 宗教和文化的這個滅絕上面來講 其實不管是對於教會 對於新疆 對於西藏 尤其是對於法輪功 這個事跡的迫害 其實不妨礙這七個面向 這個七個面向 我們邀請了歐美亞澳十九個專家 他們來看法輪功的這場世紀的迫害 跟人類之間 在人類的文化文明媒體歷史 還有這個法律醫學方面 到底有什麼樣深刻的影響 我們這其實呢 這本書呢不是用賣的 我們基本上已經把這個文章 這個七個國家的語言都已經上網了 所以今天在十五分鐘 這個非常有限的時間當中 如果大家還聽得不是很明白的話呢 可以建議大家能夠在網上看這本書 前所未有的邪惡迫害 其實對於法輪功 為什麼要進行這麼嚴重的一個滅絕呢 我們今天在有限的時間 我可以簡單的談一下我們的認識 在中土五千文明當中 今天雖然只有四位講者 他們都深刻的反映出來了 人類的思想自由 人類的精神與神之間的連結 提高了人的生命境界 道德境界 這些所謂在文明當中 最跟神所連接的神傳文明 是在中土大陸 在各個族裔上面 不只是法輪功 在各個族裔當中 醞釀豐富而生的 而中共從見證以後的話 他就是負有一個大惡魔的責任 一個可怕的使命 就是要滅絕掉人類的這個善性 人跟神之間的一個連結 不管你想當時的文化大革命 那個無神論是在那個時候風行 有沒有到蔓延到現在成為他意識形態的一個主流 可是他實際上做的 他的所有的精神上的摧殘 肉體上的暴力 都在對於思想自由 信仰自由 一個身之所以為人 之所以有良知道德 構成人精神能昇華 甚至能夠圓滿成神的這個過程的徹底的斬絕 這就是這個中共的惡魔黨 非常大的一個恐怖的使命 而法輪功所講的真善人 從平行的標準來看 他就是值得於這個神傳文化當中的 一些普世價值 人們耳熟能詳的道家講真 佛家講善 人是終數之道 真善人這三個字 從來自古而今沒有人說這三個字是邪的 可是為了到了中共的江澤民手裡 就變成邪教了 因為他要斬斷人類去相信一個普世價值 相信與神的連結的這個精神 價值的昇華 斬斷神傳文明在中途的這些生命 能夠昇華的一個境界的連結 所以他對你的精神 對你的身體 進入了最終的一個摧殘 而在人間的這個惡魔黨的大魔頭呢 就是江澤民 我曾經用這個畫 這個圖啊 在一個外國人的場合 這個slide出來 然後當時這個亞太前國務卿 大衛喬高 就說土一嫂我不喜歡你這樣圖 因為你的紅色呢帶給我加拿大 那我就問他說 請問中共有沒有滲透加拿大 請問中共的加拿大的網頁上面 有沒有詆毀法輪功 他無話可說 現在這個孔子學院也好 我們今天可以細數中共對於世界上 全面政治力的滲透 這個這個已經是 這真的不是一兩句話 能夠講得清的 所以我們這個圖呢 是提醒大家 魔鬼 這個惡魔黨的魔鬼 正在統治著世界 人類有善性 有佛性 可是也有惡性 有魔性 這個中國共產黨最可怕的 像剛才打瓦彩仁先生說 我講 他不僅是對人 對一個民族的滅絕 他對文化 對精神上的滅絕 他是真正的摧毀一個人 你只要這個人被殺死了 可他有良知存在 他的精神能夠怎樣流傳千古 即便他死 可是中國共產黨不是 他要這個人死之前 違反師們 背叛他的信仰 背叛他的這個普世價值的真理 他讓他人之不能夠成為人 成為禽獸的情況之下 強迫他的死亡 這是極其可怕的事情 好 我們今天還是大致說一下 其實就是這樣子的一本書 翻譯成四十多個國家的語言 撰法文這本書 為了這本書 有的人被活在期間 有的到現在來生死亡 有的人甚至沒有念過這本書的律師 為了幫助人去獲得一個善良的性 至今被鋪刑上709的律師 上高紀聖的律師等等 你在網路上面隨便一查 在中國被殘酷迫害的律師和維權人士 大部分都是協助法文工學院的 這些良心人士 有一次光誠律師來台灣 我跟他做了一個專訪 最後他走的時候 我問他高紀聖律師怎麼樣 他知道最新的法文工學院的情況下 他頭也不回頭往前走 我還追上去 我覺得我沒有得罪他 為什麼他突然不想講話 他後來側身跟我說一句話 他說你一定要想的一件事 你們台灣人 在中國社會越是好人 越被打壓越是璀璨 我不是那個最好的人 他很殘愧很難過得怎麼樣 這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我們簡單的講這場迫害 為什麼我們叫做前所未有邪惡迫害 這個修煉者的本身就別講了 這個來傳達神聖使命 推展普世架實 把中國人被共產黨切掉 與神的聯繫的這群修煉人 首當其衝 可旁邊那群幫助他的人 也受到波激 我們剛才講了維權律師 還有種種協助他們 或他們的親屬 另外沒有相關的人 人家根本不練法輪功 人家有人家信仰的自由 可能他相信了基督教和佛教 可是他也必須要接受 中共在國際上的宣傳 宣傳法輪功是一個邪的 他要滅絕你對一個真正神的使者的 一個信任 他煽動仇恨 所以這個闊而廣失的話 在你去看中共的到目前為止 大使館的使館網頁 他一定有一頁叫邪教的網頁 那個邪教的網頁上面沒有寫佛教 沒有寫道教 就寫了這個聖馬真善言 不要正群的法輪功 這個也引起在其他國家 很多人權律師的憤态 這為什麼我們後來組織了 這個組織的人權律師團 好我只能簡單的講一講 就是說從這個 我為什麼說他是世紀迫害的 從他的浮雲來講的話 中國大陸還有香港或台灣 或任何家有法輪功學員的地區的話 就是當地的使領館怎麼講 他們要蒐集名單的對象 甚至在景點上面暴力騷擾 嚴死侮辱還有性騷擾 你知道嗎 學員在這個101景點講真相 還有這些中共的六七十歲老太太 她走過來在台灣101的上面 她公開就從後面環報她 對她言私無謀 或拿那個橫幅打她 我們法輪功的律師團 都控告了十幾期 都是輕罪 他們都沒有 就台灣的法庭都沒有研討過 好然後呢 這個迫害的機制 大家都知道 對付法輪功的話 用外交軍隊宣傳教育司法黨務 還有這個財政的國家系統 其實對付其他的一些 滿容二體這個群體也是如此 只要放在法輪功身上的這個精神 這個江澤民 2001年她出訪到這個法國去 還有她之後到美國去 她一定會拿出一個 給放下法輪功的冊子 我還記得當時的Rice 這個在美國的接見她的Rice Rice問她說很奇怪 就說你是來談外交的 你幹嘛跟我談法輪功呢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就這個她不正常 一個國家的黨魁 為什麼到各地去 要去做這樣子的事情 就是因為我們要講 各位我們現在面臨的 在歷史的這一刻 真正的是一個政邪大戰 這個政邪大戰關係到 人類最後的精神的生活的延續 還不只是肉體上的摧殘 今天我們時間 後面會介紹幾本書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所以話在機制方面 國家的機制 然後在人數方面 迫害的人數 我很不喜歡在這個場合 談迫害的人數 因為我們根本算不出來 明慧網是法輪功的 一個官方的網站 到今天為止是4574 不完全統計 我們到哪裡都要講是不完全統計 因為死傷的人數的確難以估計 活摘器官的事情我都會說 活摘器官的人數 誰又能夠知道呢 然後另外更不要講 受到牽連的很多律師 還有他們的家屬 然後在這種肉體上要消滅 然後肉體上要消滅 民運上要鬥臭 經濟上要鬥垮的 這樣子的一個政治定調來講的話 法輪功學員所遭受的是 難以想像的迫害 國家的資源 其實我得到的資料都已經很久了 因為事實上是在2007年的時候 我們知道當時就是說 即使江澤民下來之後 統計他之前的 在當軍委主席之前所花的那些資源的話 蘇布的話有這個 佔了國家資源的四分之一 我有個非常詳細的敘述 我今天為了這個研討會寫了一個 五千字的報告 我剛才問了主辦單位說 這五千字到時候會放在網站上面 大家可以去看 可以有興趣的話可以看看細部 因為律師講事情的話 有證據要有事實 只是因為今天時間有限 我所以只能提出一個大張出來 好 然後我們再講迫害的手段 那這些迫害的手段對今天的 坐在剛才這些講者來講的話 也不會陌生嗎 這個我們隨便講一下子 我之前訪問過一百多個 至少一百多的法輪工區 每個人都有非常 他們逃出來之後都有非常 悲慘的事情 當然我們還要來做一些秘密的調查 我們不能可能在今天的場合來講出 關於這個活摘器官的幸存者 我們現在的話也在做一些 我們大概也在做調查 因為美國政府在充分配合 希望把這個事情最後能夠更多更多的證據揭露出來 這些手段 心靠轉化 大家可以看 強迫放棄信仰 這對法輪工學們來講是最恐怖的事情 而且你當你放棄之後 還要去轉化其他的法輪工學員 然後暴力毆打 電擊 集體性侵 我碰過好些個被集體性侵的法輪的女的法輪工學員 他們當勇敢跟我們講出來的時候 身為女性跳他們講的事實真的是很難過 甚至像有遇到尹立平的學員 他在馬三江 他剛才被四個男人集體性侵之後 他聽到隔壁房間 他的同兄也在被性侵的時候 他還衝出去去幫助另外那個正在被性侵的學員 就是你都覺得不可思議 然後在馬三江的話 至少有18個女性被丟到男牢裡面 就男生觀的這個牢裡面 任男生的蹂躏 那更不要講火災器官的事情 等會我們再講火災器官嗎 因為這個事情實在講不完 然後這些海外的迫害手段 我們剛才都講山洞仇恨 就是要把我們妖魔化 就是把我們長得就是毒水猛獸一般 可是現在經過21年了 我們也從當年被吉利北棒到現在 大家逐漸的了解我們 我們來談談為什麼 這個迫害到現在還沒有停止 第一個是火災器官本身的利益太大 我在2015年跟其他的醫生同學 一起推動了台灣的人體器官一支條例的 當時在國民黨的時候通過 是因為我們花了很多力氣的協商 所以禁止台灣進駐病人到這個器官來源不明 尤其是中國去做患器官 否則的話有刑訪的懲罰 包括坐牢還有法規 目前的話我只有講一個數據就好 2007年東方器官移植中心 它一年的年收入 你知道嗎 他們的那個移植在中國部門來講 叫做創生部門 全世界沒有哪個醫院的移植部門 是創生部門 創生是什麼意思 就是你主要的這個收入的來源 竟然會來自於移植手術的收入 光是2007年根據南方周報報道 東方移植中心也是台灣人最常去患器官的中心 它一年就有一億的收入 更不要講一百多家那些所謂名的三甲醫院 所謂在黃潔夫講2015年那個 器官移植幹活的情況之下的那些醫院 他們做了多少手術 歡迎你們看那個追查國際的網站 還有醫生反對強制災植器官的網站 由於這個利益鏈太過龐大 法輪功學員而產業的主要的受害群體 對它不可能放棄這些新鮮不吸毒不抽菸 健康的供體 讓這個供體的供應可能怎麼樣 繼續存在的唯一的方式就是讓迫害繼續存在 到目前為止每年還抓幾千的法輪功學員 去人的話被迫害致死很多 還有一些法輪功學員 他是活摘器官的幸存者 他身上有這個 我說先不講是取拿一個器官的手術 我們現在也幫他們在醫院裡頭做檢查 然後這些手術都是為了要拿水房的器官 然後他們怎麼幸存的跑得出來 然後我們現在的話也在做這方面的調查 還有證據的訴求 因為這個利益過於龐大 所以的話他們不可能放棄法輪功學員的器官公益 而且還擴起到維吾爾族 甚至是維權人士的身上 現在簡直就是亂套的就往黃介夫講 包括一些公安會製造一些假的交通事故 然後取人器官 那你們要知道這個強占器官 跟一般的器官買賣是兩件事 一般的器官買賣是自己賣血賣腎什麼的 這個博士這個是無本成意 殺了別人強災盜賣別人的器官來賺錢 包括台灣的醫院台灣的民間仲介 都藏一條龍當中的 我不會稱他為幫助 我稱他為主犯 因為他們都知道活摘器官的事情 他們不是不知道這些器官來源不明 不是在自願的情況下所獲得的器官 而這個利益過於龐大 迫害難以解釋 第二個的話就是退出中共的精神運動 大家都知道 我不知道在場 這個有從中國大陸來的朋友 你們退出了黨團隊沒有 法輪功學員現在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這個歷史 我們覺得走到佛家所說的 沉住換命的滅的最後的默契 我們要讓所有的人 不要再跟這個邪惡的惡魔黨禮物 所以如果你曾經帶過紅領巾 或者是在拿過上限隊 或共青團 還有這個當黨運動 你趕快退出中共 我們現在也知道美國政府的移民軍 接受法輪功學員全球退黨服務中心所開的退黨證書 否則的話你沒有辦法移民入侵美國 這都是一些表面理由 其實真正的理由 我們還是不希望將來這些帶過紅領巾 還有少先隊還有這個共青團 還有這些共產黨人 基本上跟著中共當個替罪者 成為他的一個細胞分子 最後在歷史上被淘汰的時候 這些人也不會有好的下場 我們從信仰上面來說 所以的話 如果你身邊有中國的朋友的話 我覺得給他們必死一個機會 等會下去這個結束之後 有人想要退黨 退隊的話 可以找我 還有一些大紀元的統治 然後另外的話 我們就說律師團團來幹嘛 就準備最後的大審判 我跟主辦單位的周美里會長很熟 我們是在我們很少見面 一天到晚就很忙著這個大審判最後的準備 大家都知道 有人說解體中共是一隻狼來了 我們可以講 訪生學員相信這個時間很快就來到了 好 我這個再給我一分鐘 然後我想很快的把法輪功學員 這20年來反迫害 迅速的講一下 在一兩分鐘之內講完 其實法輪功學員用了縱橫的方式 在全世界進行 對於中共這個全世界滲透 和迫害法輪功的反迫害 首先我們建立了最有名的媒體機制 大紀元時報新唐人希望之聲 你們知道我們為什麼要建立希望之聲法 就萬一今天在斷網的時候 中國人手上有電池還可以聽廣播 我們希望把所有的真相 在最後彎有緊急的時候 所有的消息能進入中國 所以這三個媒體目前也是左媒 極力攻擊的對象 另外的話我們出了書籍 走平共產黨 解體黨文化 其實還有一本共產主義的終極目的 不會正在統治世界 其實這個都可以在網路上搜尋 你不花錢買 我們都希望你花點時間看 那另外的話大家可能都知道 很多中國人都接過法輪功學員的電話 傳真財新簡訊 然後我們提供了迫然網界 就當時的伊朗還有美國政府 也都用法輪功學員的這些迫然網界 然後在立法方面的話 我們剛說過我們推動立法 因為你民主社會的機制 是最好拿來反脫害的機制 所以我們推動中國人權法案 以前我跟周美理會講 我們還一起在這個方面有努力過 雖然公派碎城 不過前面的修法是通過的 然後在司法方面的話 我們在30個國家告了江澤民等 至少60個中共官員 其實最大的目的的話 不一定能夠立刻把他送到法廷去制裁 可是卻要人們經過證據的 我們經過證據的蒐集受害人的證詞 把家害人的這個惡行呈現出來很重要 行政方面的話 我到目前為止 還在日本、韓國和台灣 把家害法輪功學員的名單提交給各國政府 台灣政府成功的在今年的話 已經擋下了十幾名的涉嫌活摘的一生 至於其他中共官員 我們現在跟國會都充分的在合作當中 好 那另外我們在民間的話 推動了這些活動 其中有兩個都是我最主要的是做主要的協調 2008年CIPF級 等會如果我們還有時間我們可以談 因為其中有一些非常有趣的故事 2012年的話 送到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這個人權理事會是時候 當時我提到的活在集中營 希望你們有機會說 然後現在的話 我們對於這樣子的朋友 提出一個形式的舉報活動 目前有360萬人的簽名 好 我最後要問的一句話 這是我每次言強到最後一定要問 而且我相信這句話 在目前大會的一個共鳴 就是用於法輪功學員的手段 在常有哪一位可以舉手告訴我 你能保證 而且以事實來保證 或來推斷 用在法輪功學員身上的殘酷手段 一輩子都不可能用在台灣人 或其他國家民族或群體的身上 這個問題有誤過一百次 現場的影片進入 因為大家都知道 中國共產黨今天所使用的一些殘酷的手段 正在不斷擴起全體 甚至擴展它的區域 最後一章呢 我覺得這個21世紀的禍害 走到現在也都差不多了 剛才跟打法殘忍董事長聊 很多人在問說中共是民警局 我只有最後一句話 法輪功學員認為就這幾年了 不是狼來了 是狼死了 謝謝大家